我国这个月起从疫情大流行过渡到地方流行病阶段后 各经济领域对外籍劳力的需求越加的明显和迫切 国家复苏理事会建议政府采取短期的应急措施 加快审批客工的申请程序 设法来协助各行业解决眼下的劳力紧短缺问题 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丹斯林慕尤丁中午结束会议后 在新闻汇报会上指出 尽管理事会认为国家面对劳动力短缺 以及多个行业高度依赖客工的问题 必须从结构着手才能全面解决 但随着国境开放 经济领域复苏活跃 政府必须去除官僚主义 加快速度简化和改进审批客工的申请程序 为经营者缓解燃眉之急 作为短期措施 理事会建议政府通过有条件批准的管道 尽快向受影响的行业供应外籍劳工 尤其是种植业 建筑业和制造业 根据复苏理事会获取的反馈 自从政府在2月15号起开放让雇主申请重新聘雇客工以来 到目前为止4561份客工配额申请当中 只有区区163份已经审批 对于某些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行业 而且是通过一站式中心或人力资源部提交的申请 复苏理事会主张官方应该放宽雇用临时外籍劳工的规定 至少先审批50%的申请 以缓解迫切的情况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